答案是什么 前两句可以排出A 第三句可以锁定C和K 回到第一句得出C的位置 回到第三句得出K的位置 第四句排出E 回到第二句得出F 所以是KFC 别跟我说什么星期四星期五 KFC明明指的就是 开封菜 一般在那儿 一辆人吃的话 就是辆龙宝子咬个糖 咬个糖 辆龙宝子 一般人均一龙 人均一龙 咬的最多的是传统和咸肉 要个传统吗 行 然后要个杏仁茶 我们的那个招牌汤是 三粉汤 酸辣的 那个也不错 那散很 很酸 很辣 很咸 这包子好这么大 好家伙 吃饱子 正好撕开了 看这汤 看这汤 小鲜开口 再喝汤 最后再吃鲜 正常应该是咬一个小口 开个窗喝汤的 哎呦呦呦呦 哇 哎 鲜哎 第一个吃了有点狼狈 你拎这个菊花尖点 他能把它拎起来 你看啊 他这个汤不像是肉皮冻的那个 那个弄的 它灌的水 它灌进去的汤 你看他这个包子这个水特别大 就是它不是简单那种肉汁啊 它应该是调过的 所以它有那个很浓的那个料味 很厚重 看我说哎 这个吃到小时候那个味 当时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带我去南京 当时南京就有个小弄包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什么样了 但我就记着一件事 就那个小包子 你拿过来 你要非常小心地咬上一口 捉那个汤 捉那个汤 捉完那个汤之后再吃 那个包子超好吃 这是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事 说这个灌汤包 它最早就源于宋朝 蒸出来带着汤 这喝 后来 北宋被干成南宋 这包子一路就南下 就都有这灌汤包的概念才出来 还是宋朝还是一个 你看很含蓄的一个时代 你看现在 你搁北京 要对这东西特嫌弃 肯定直接就表达了 傻 你看人家宋朝 人家河南人 你不知道的 你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人家体会 他也就表达了这个 这个否定 这非常含蓄 来个三狠汤 很鲜 很辣 很酸 很酸 酸很糖 这有点像酸辣汤的感觉 好酸 这个太狠了 我觉得这一口 好酸 这又酸又辣又咸 又咸 这又酸又辣又咸 这真是酸很 来那么很辣 这个汤一喝 我就觉得这个包子清淡了 然后咱们来炸一下 然后咱们来炸一下 然后这个汤 你看里边有鸡蛋 有笋 还有这个鱿鱼 里边还有肉丝 你看这鱿鱼吃一下 还有个鲜味 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那一入口 就是你如果来吃 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挺狠 这个时候 我就知道为啥他要喝杏仁茶了 你太需要一碗杏仁茶了 他这个杏仁茶有点像米糊的感觉 有点像藕粉的感觉 所以这个口腔也经过这三狠汤的灌汤包洗礼之后 喝这么一口这个 就世界突然之间就平静了 所有的辛辣 所有的厚咸 所有的这个胡辣这种感觉 最后 我再化作那么一口杏仁茶 真开心 哑 太哑了 想想这千年前 汴京的时候 它就这样了 吃了咋呀 挺好的 您看我这个包子我这么吃 就是我这个唇法用的对不对 就咬这么小口 然后就是这样是吧 开封有个口诀叫先开窗再喝汤 一口光满口香 我这叫开窗吗 开窗以后把汤倒到勺子里面 开窗是把汤倒到勺子里面 对然后先喝汤 我一直都是拿嘴接是吧 看个人喜好吧 这不就挺好吃的 我们今天这集主打就是像大家介绍开封菜 您觉得开封菜是啥呀 开封菜 开封菜的话是鱼鱼菜 经常去店里经常吃过来 比方说大铜勺肉屁 然后也有组少块鱼 这都是假唱一件的 找紫杂点的 你都得去打完点的 串通打完点 有啥烤瓣包炸八块 还有驴鱼为免 这都是串通鱼菜了 这你得找老鼠他们做 哦 这是老鼠吗 串通的宝子店 其实对于开封人来说 是一菜为主 大部分的开封人 一般的话俩人啥人 大部分的宝子玩的都是色彩 宝子最后咬一笼 就会喝 最后糖一顺 是这样的 糖一顺说明这个糖还是这个糖 那然后老习惯是老板送啥喝啥 哦 老板送啥 有个开封鸟的话 就是打开的话 就叫滚蛋糖 喝了就走 汴京的灌汤包 当年随着皇帝从北宋到南宋 一路船到了杭州 才有了今天的杭州小龙包 与扬州汤包技法不同 开封灌汤包的汤 并不是用肉皮冻 而是在调馅的时候 往里打进去水 开封的美食离不开水 这是地处河南风物的馈赠 开封的美食也不乏精雕细琢 传说中的鲤鱼背面 把宫廷厨子的技法发挥到了极致 以至于时至今日 有些技法都已失传 你好 这就是今儿咱们找的这个王老爷爷 到咱进来 这风大 然后人家说地道的开封赛 得吃个鲤鱼背面 所以今儿想让您跟我看看 就是地道的鲤鱼背面是什么样的 你几个算是找对了 鲤鲤导院我可以把这个背面跟你说来是真真切切 真真切切 还得说到地儿 哦 好了 可以鲤鸣鲤给你介绍 您这是在哪儿弄 在这儿一个纸冰一个纸面 它这个是背面 这是背面的面 现在都是您土地做 他们的舞台搞交给他们以后 他们周遍全世界 我洗手我给你盘两下 您盘两下 您有多大年纪了您现在 77了 77了 哎哟 好 这老爷先自己盘上来 你注意点腰啊 腰 颈椎 这天天久坐带来的身体的病痛实在是太难受了 所以最近我给大家挑选了一款按摩仪 这个妙界按摩仪啊是我们几经啊 多家品牌的选择 还有看了多项检测报告之后 选择了它 你看这个按摩仪啊 它带的是开关和力度啊 两个按键 然后是两对子母头 然后后面这个魔术贴呢 就可以让你绑在靠背椅的腰部或者是颈部 来进行一个持续的按摩 这样既保证了你摸鱼的状态 同时呢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和放松 这后面的是一个充电口 你可以在车上充电 也可以在办公桌上充电 妙界搭配了热肤和三挡力度 可以一边放松肌肉 一边深入按压穴位 全身按摩的妙界呢还有券可领 一年免费换新 两年质保 终生免费维修 质保到位 那么多人回购也证明了它靠谱 现在报我们视频道的名字还有一个额外的收纳袋 作为礼物和自用都非常的体验 当然话说回来啊 咱们小伙伴还是得多运动 真是到了脖子腰啊 浑身难受的时候就完了 舒服 舒服舒服舒服 这感觉确实舒服 这点盘多久啊大家 这点感觉都很软又筋道的感觉 又软又筋道的感觉 还得兜环 兜出来一个环 有点儿 还得带香 哦 有点儿 也不是 一息 也不是 不错 有点儿 没有 这鱼 有点儿 不错 准备 好 现在开始炸了 那边做上油锅了 汁也很讲究 现在都加点番茄酱 在所有社会这个潮流人员的需求 这个汁咱这能达到叫货汁 搅上去以后饱饱吃烟 来吧糖醋溜鱼背面 就这么个背法 按技法是工背的背 但是现在把它泥化了 就是鲤鱼盖被子 就是这样盖上去 就像盖个被子一样 好想 你看这个鱼 上面这个汤全是小泡泡 看到没 这就是它叫说着活汁 这个鲤鱼背面 理论上说应该先吃鱼再吃面 但是它现在面是背在上面的 所以先请粉丝吃粉丝 它做得像粉丝一样的面 来尝一口 肉确实是好吃 酸酸酸甜甜甜的 而这个面 它是炸过的 所以说它是酥的 然后又蘸着这个糖醋溜 它肯定好吃 做这菜 就从我们进门到现在 我等这个菜 就等了仅仅一个小时 这还是现在煮麻烦 你像在过去多麻烦 吃一口这鱼 鱼怎么样 师哥 好吃 这个鱼很嫩 过了油这个鱼它很香 不然是这个糖醋汁它弄得也好 它没有很痛的味道 这里吃着它又很香 酸酸的甜甜的 不然我再吃一口才能 这个汁是真酥 其实按照咱现在 咱出来吃饭 好多人坐一桌 酒桌上那个理论的话 有鱼头鱼尾 而且在青海 它有它那个中间那个桌子 它是转的 有时候转一下 转完之后鱼头对着谁 那头三 尾四 这为了喝酒的 但是在河南 过去吃饭的时候 鱼是这么白 对着这个尊贵的客人 或者对着这个年龄大的客人 他是鱼肚子对着他 为什么呢 因为鱼肚子这块肉是最好吃 所以鱼肚子对着你 就表明什么呢 对你很诚实 完了之后 这个鱼肚子的肉 也是吃的最香的 好 鸡蛋灌饼 好 谢谢 尝一下 好好好 趁热 好 那今儿说 就即便是我们 找人把它做出来 其实这个鲤鱼背面 跟我们印象中的 传说中的 说那个慈禧太后 吃的鲤鱼背面 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首先是这个鱼 那会儿的鲤鱼是黄河的野生鲤鱼 那现在这鲤鱼呢 都是养殖的 这是没办法 这是哈利威这个的 过去这个面 是他把它擀成特别这么薄 特别大的那么一张饼 然后拿那个刀切成心 但是这个现在也找不亮了 这我们找的就是人家 用拉面的这个方法拉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汁 过去的这个汁是不用番茄酱的 这现代视频工业里面 这个番茄酱加了之后 它既有酸甜的口感 然后呢 它盐子还好看 所以这现在大家都在用 其实我们实际上 平时很少拍老菜 就是这样 真正说到老菜的时候吧 就跟你说永春泉一样 它有那么一个存在 有那么一个历史 但是当你真正找到它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变迁 它跟我们想象的传说 它都会有出乎 说宋朝的时候就有这菜了 然后 那现在 你再吃这个菜的时候 它是有差异的 这百年前千年前 那古人的味道 是不是会更好吃 主要未必 这会儿没有炸薯条也没有番茄酱 我就觉得炸薯条的番茄酱 也挺好吃的 不过 可能再过一百年 这咖喉面也成了中华 这都不好说 尝尝这个鸡蛋灌饼 这个鸡蛋灌饼 它不一样 咱在北京吃的鸡蛋灌饼 早餐的鸡蛋灌饼 它那个饼 都是用那种玉制饼 带着浓浓的工业气息 它这个是面饼自己弄的 碎头 还好吃 不 influx 好吃 是好吃的 这个当煮食可太舒服了 这中间就是大葱子鸡蛋糙 煎着肉再酥 酥碎酥碎 吃个鸡蛋灌饼 吃个�鵤鱼背面 这糖醋汁 你知道我这么一占吗 过去的糖醋汁是金贵啊 不像现在 早几百年前 就大航海时代吧 欧洲那些国家奖励功臣 不奖励金财 都奖励糖 那会儿慈禹太后能吃这个菜 一般老百姓应该也吃不上 那糖也是贵啊 就是糖醋汁 你吃完之后不能吃 放上个碑面酥酥的 跟展品一样 还这么一吃 到现在盛这么一道菜了 你知道当我吃到这个 我有什么样的快感吗 就是比如说你玩游戏的时候 他们跟你说有个地方有个隐藏关卡 就跟奶牛关似的 你突然这样 你发现真有奶牛关 就那个成就感和快感 真香啊那种感觉 哎呀我去 真香啊 好吃 这个碑面好吃 外底牛这个菜 背面这个口感入口之后 这个 入口自化 对它就像个甜品一样 后来装画中说是赵黄云吃过的 先吃龙后吃虚 他就是一个结局就是蘸汁吃 刚下您刚才说 切这个龙虚这个 现在牛人能达到这个表层了 所以原来他是擀的薄薄薄的一层 拿刀切成细丝 你那个面在干净以后 摊到保质上锅摊保质 切出来以后吸入发丝 有刀工而且有面工 这两样结合一块 只能切这个刀切龙虚面 说实话 这个刀切龙虚面 比这个北面的扣刚好 这个现在失常了 刀切龙虚面现在失串了 过去像那些老菜 现在是不是也都改良了 现在变化了 有了你江就硬江了 笛汤 笛烟 笛油 比如咱这拉面 国旗用的是亚尖 现在你这个尖叫春尖 韩文有句话 认怼烟 对 你看我手 我看你手 你叫人怼烟 车怼尖 车怼尖 车怼了 走路都好 咋面我我怼着糊涂尖 这是配的 这都是看配套的 我们今晚还要去逛夜市了 这个夜市啊 在咱松潮已经有了 国区都是野景 只有松潮开始夜市 开封是全国最早夜市行期的 最适合的 最省省的时候就是 改革开放 下光更多 这开夜市 90年代对吧 下光了更多 就开始在小汤野市行期了 有野市有买野餐的 买鸡鸡汤来 买油刹来 背个大岔户 岔户被金刚上背了 要我喝油刹来 那时候我小时候买烧鸡 一直烧鸡 比现在来说是两毛钱 当时是多少钱呢 叫两千块 刚建国那会儿老币了 民国是一万块 一块钱是咱现在的一元钱 就是买烧鸡的 那时候咋买呢 烧鸡一千里五百里 一千的就是一毛钱的 他五分钱的 这一家咱们吃的是 开封四样的 下一家 咱吃开封夜市咋吃 绝对不一样 字幕志愿